吕梁英雄传 第37回 受山货家属哭闹 探情况混进据点 雷石柱的屋里民兵家属们的哭嚎声 谩骂声浑成一片 五二娃的妈哭哭啼啼 你们快把我儿给找回来呀 康明里的女人张翠鱼满脸是泪水 抽动着肩膀拉着雷石柱喊 给我把她找回来 不找回来这日子怎么过呀 雷石柱见这般光景 无话可说 真似滚油艰辛 这时 村里人把老虎山梁牺牲的民兵也抬回来了 张友才的妈连哭带喊闯进来 扑在牺牲了的张友才身上哭喊说 看 我大儿给闹成这样 我二儿叫日本鬼子打死 我不活了 哭着又往张友一身边一扑 手锤着地 身子摇晃着 嚎啕大哭起来 张友一本来伤痛不想说话 见妈妈和其他民兵家属们如此哭闹 火气又冒起来了 忍痛叫道 你们这些人真是落后 没有点牺牲观念 打仗就得流血呀 再说这怎能怨石柱哥呢 第一是民兵太大意 没听石柱哥的嘱咐 第二是地形不利呀 躺在担架上的周丑孩 见老婆和妈妈在身边哭喊 心里早不耐烦起来 大声直叫 你们乱 乱哭啥理 吸 吸 众人不听他喊 又哭又闹 把房子都快闹翻了 雷石柱无法 急得头上直躺汗水 想起牺牲被俘虏的民兵 心里一阵酸痛 泪珠便滚了下来 李村长忍着难受上前劝说道 打了盆说盆 打了罐说罐 既然是枪闹成这样 众人光哭闹也不行呀 咱们得想个办法解决 反正这是我们的责任没负到 叫民兵们受了损失 伍德民同志心里也极难受 但他没有流眼泪 他想着如何把大家 从悲伤中解脱出来 振奋起来 于是他十分自豪地大声说 大家不要难受了 也不要闹了 民兵上当受包围 是坏事 但他们所表现的英勇奋战 不怕牺牲的精神 这是十分宝贵的 要想打走日本帝国主义 没有这种英勇奋战 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能行吗 所以我们不应当难受 应当向他们学习 经他这么一讲 有些人停止了哭闹 老五同志继续说道 我看现在的办法 是先把受伤的人 送到后方医院养伤口 被敌人抓走的 咱们想法子网出救 光荣牺牲了的 咱们买棺材装起来 开追到大会埋葬 你们说除了这样办 还有什么好法子呢 众人一听 指导员讲的有道理 虽然还免不了啼哭难受 但总算各自散了回去 此时天色已晚 老五和武工队 要回去讨论办法 村主任周毛淡 忙派人把三位受伤民兵 跟随老五台网 靠山堡转到医院去 李村长和各干部 又东奔西走忙了一天 第二天把牺牲的民兵 装了棺木 心上的十分忧愁 这才算解去三分 唯有那几个被敌人 抓去的民兵无法营救 把大家愁的饭也吃不下去 叫也睡不着 雷石柱更是愁得厉害 老婆和他说话 他也不理 只顾独自蒙起被子睡觉 心里有事 哪里能睡稳觉呢 刚一闭眼 康明里 孟二棱们几个民兵的影子 就在脑子里转起来 他们是死了呢 还是活着呢 也许敌人把他们 关到木笼子里了 他们瞅空会跑出来吧 也许敌人给他们上了行 逼问口供 孟二棱的猛性子 一定不说 骂开了 敌人就把他杀了 康明里 也许不会暴露秘密 康有父 呵 康有父 这家伙 施不住拷打 他要一说实话 其余三个人 就都完了 完了 他越想越细 心里越急 恨不得一下 想个什么法子 把他们救出来 可是脑子想昏了 想胀了 想痛了 也还是没有好法子 嘴里只是 爱爱的长出气 一天两天 想的眼窝也深了 脸也黄了 好似害了伤寒病的一样 一天下午 雷石柱正蒙住头发愁 呼听门外进来 一人说道 雷石柱 你光每天发愁 也不算个办法呀 进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武德民同志 雷石柱把被子一先做起 问道 你刚从区上来 快上抗 他招呼老五坐下 两条浓眉又愁的皱成一条 说道 有什么法子呢 我往区上走的时候 千嘱咐万嘱咐 结果他们自以为是 闯下这个大祸 闹得叫村里人都埋怨我 爱 一年的成绩 这一家伙是豆腐 掉到灰堆里 没法子收拾了 没办法 老五见雷石柱 有悲观情绪 就安慰着说道 同志 为人民服务 遇上困难 不能悲观泄气 这次出问题 一方面是民兵们自大轻敌 另一方面可能有坏人煽动破坏 我们得全面分析情况 想个办法才行 雷石柱急问 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这几天敌人正三路扫荡二分区 我看待几天那里的反扫荡结束 咱们正规军过来 把汉家山拿下就有办法了 武德民说 咱们的军队还有大的战斗任务 行动是有计划的 不能专为了这个小据点来打仗呀 我看现在还是先探点消息 了解了解康明里他们几个的情况 这两天 我在区上商量了几次 区委同志们也是这意见 雷石柱一听到市区委的意见 便点点头 急忙出去找来李友红说 明天汉家山逢急 你化妆一下进去 先探一探康明里他们几个的生死下落 情况弄明才好定主意 李友红答应了 雷石柱便给他找来上次打仗 搞到的中建村的一张良民证 并嘱咐他提高警惕 第二天吃壁早饭 李友红装扮起来 背了一斗小米 抓了一只老母鸡 假装赶鸡跳米 卖鸡 往汉家山去了 汉家山据点 碉堡修成以后 敌人又从四村抓苦工 在村周围筑起 够三里多长的一道外围墙 把村子紧紧围住 最近新从水域镇换房调来一队日军 仍住在碉堡上 伟军照就扎在官地庙里 这天外围墙门口站岗的 正是新调来的日军 人生地不熟 检查也不严密 李友红背着米袋 装做个拐腿 一跌一跌地来到门上 守门的围警问了一生哪里来的 扣留下李友红手里提的母鸡 看了看良民证 随便翻了翻米袋 便放进了村 李友红进了村来 直往正街走去 口中一边喊 谁敌米 谁敌米 一边偷看街上的情形 只见村后山上两座碉堡 日本人在上上下下的跑 街面上的四五家字号都关门了 除了些卖零食的小摊和两家饭馆外 就是敌人的料子馆 合作社 来往行人 多半是穿戴破烂的伪军 喝得最熏熏的日军 东爹西撞 随便打人抢人 李友红边看边走 跳过当村的小水渠 老远看见关帝庙门口 两三个喝得两眼血红的日军 跌跌撞撞 嘴里嚷着 脱麻鹅的大大的好 围住了一个老婆婆 乱抢兰里的鸡蛋 这位老婆婆兰里的鸡蛋 是来急上迈的 撞上了这群恶鬼 不分青红皂白 抢了个干干净净 老婆婆哭喊央求 被日本人又踢又打 横躺在街上 死了一样 李友红正看得肚里冒火 突然身后有人一把抓住了 他的米袋 他回身一看 是一个最熏熏的日本人 赶快迈开长腿 几步闪进一条胡同里 正着急没处躲藏 前边走来个老汉 问他米架 这老汉叫孙志强 家境贫穷 靠滔炭过活 自幼生性强悍 看不惯强权欺人的事情 遇事只要理上不顺 他便要出头来平一平 常常因为别人的事 自己气肚子 老婆在第一次敌人来时 被打死了 只有一个儿子叫孙生旺 也在眉窑里滔炭 李友红见他问家 忙答道 都是自己人 你给多少就多少 孙老汉见李友红做事爽快 就有五分合了脾胃 随把他引回家中 米过了豆 便取钱给李友红 找来找去 刚巧差一百块钱 孙老汉正着急无法筹划 门外有人进来骂道 操他祖宗 这还成世界了 孙老汉一见 是儿子孙生旺进来 便问什么事 孙生旺把油灯 从头上取下来生气的说 这探事掏不成了 摇上受摇主的气 掏了一个月赚的一千元票子 说拿回来买米 今天进宝门又叫日本人掏走了 孙老汉是个强性子人 马上气的胡子都撅了起来 口里嚷道 是哪一个掏了你的钱 我去找他